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刺虎 年末除了有各種遊戲的回顧 以及各大遊戲排行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那就是遊戲特價 對於日本來說 現在要迎接的是他們的新年假期 也因此任天堂推出了本家遊戲的新春特賣 不過這次特價比較尷尬的是 有些遊戲在日區是沒有資源中文的 大家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今天的影片就幫大家整理了這次的新春特價 主要是針對有中文的部分 另外還有推薦幾款港區特價的遊戲喔 新式卡比探索發現 目前30% off特價中 2022年初推出的遊戲 感覺卻已經過了好一段時間了 這款遊戲是卡比走向3D的一款作品 卡比系列的遊戲主要都有分成兩個階段 初期相對簡單以及二週目比較困難 在一些成就上也會有更高的挑戰 而這款探索發現我自己全破後 我體驗上覺得難度整體偏低喔 對於擅長動作遊戲的玩家來說 會比較無聊 不過遊戲用了它豐富的系統 來補足了這塊空缺 透過各種變身的能力 可以很好的享受遊戲 另外作為一款可以雙人遊玩的遊戲 這款特別適合情侶或是親子遊玩 讓對方當卡比自己當個輔助的瓦豆魯迪 那也是相當有趣喔 Nintendo Switch Sport 目前30% off特價中 同樣是2022年上半年推出的遊戲 這款遊戲是任天堂經典的體感運動遊戲 遊戲中收錄了7種運動 透過不同的方式來體感 這款遊戲我自己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它有支援線上連線 並且還有積分系統 過去的V Sport 比較可惜的就是只能單機多人喔 導致自己在家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找人一起玩嘛 而這款在這方面就做出了突破 整體的體感依然很有任天堂的水準 不少人都有分享 連長輩都會玩這款遊戲中的保齡球等等 或許對於經歷過Wii時代的玩家來說 這款遊戲的運動種類偏少 但我自己依然覺得很值得一玩喔 女神異聞錄五皇家版 目前50%off特價中 介紹這款遊戲之前喔 各位不用懷疑 任天堂本家遊戲的特價 這次就真的只有剛剛那兩款喔 另外還有一款用勸換比較划算的 異度神劍2 我就沒有拿出來分享了 不過除了本家遊戲之外 這次也確實還是有一些遊戲值得考慮 例如現在這款天下第一RPG遊戲 這款遊戲的大名 我想各位應該都聽過不少次了 這款遊戲的一大特色 就是它呈現了我們心目中的那份中二 提醒著我們即使年過了30 也不表示你內心那個中二的小男孩不見了 看著Joker各種中二的姿勢 卻能夠讓你毫不尷尬的看著他的演繹喔 人格面具的系統 以及豐富的屬性客製系統 讓這款遊戲的戰鬥玩起來也不會太單調 整體的介面與人物美術的設計 各個面向都可以被稱為一代經典 如果你真的喜歡RPG遊戲 又還沒有玩過P5 那我打從心底推薦你 一定要嘗試看看 魔物獵人崛起加破曉 目前50%off特價中 如果你想要分開購買 只有崛起的話 目前60%off特價中 破曉的部分則是40%off特價中 魔物獵人崛起破曉 2021年推出的遊戲 2022年推出DLC 最終在2023年中 才完成了最後的更新 如果是當時說要等遊戲 全部出完才買的玩家 那麼現在確實已經全部出完了 並且還正在特價喔 以魔物的數量來說 這代的遊戲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 被誤會的時期 實際上這個版本的魔物數量並不少 不論是翔蟲在移動與攻擊上的設計 或是騎乘快速奔跑的設計 都讓這個老系列玩出了新鮮的花樣 也或許是因為這次遊戲整體的難度 相對的比較友善 才會讓玩家有魔物比較少的錯覺 新手時期的挫折時間太短喔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這款遊戲絕對是一款值得一玩的遊戲 當然有挑戰的樂趣多人有共鬥的快樂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共鬥狩獵啦 如果是現在採買的玩家 會比較推薦找個朋友一起買來玩 可以享受一起狩獵的快樂 迪士尼奇幻島米奇與好朋友大冒險 目前30% off特價中 米奇的2D橫向平台跳躍遊戲喔 這款遊戲整體的設計採用的是 類迎合戰士惡魔神風格的設計 遊戲在預告階段的時候啊 我原本預期這款遊戲會有不低的難度 但實際上 迪士尼還是考慮到了各個年齡層的玩家 這款遊戲中啊 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力 來個別選擇自己要的難度 以一款多人的2D遊戲來說 這樣的設計並不常見 阿對耶 2D瑪莉歐拉 同樣也是用角色改難度的設計 不過這款遊戲中的多人啊 加入了更多的協助別人的設計 包含爆爆可以回血 放繩子把爬不上來的隊友拉上來等等 讓新老玩家一起玩的時候啊 能夠有更加強烈的交流 不會有拖後腿的不耐反感 不過如果你是聽到遊戲類型 而有興趣的玩家 這款遊戲整體的設計是平台跳躍 實際上它並沒有豐富的攻擊手段 多數的戰鬥靠著是地圖上的機關設計 如果想要刺激的戰鬥體驗 精準的反擊 那麼這款遊戲 完全不是你要找的類型 它確實做到了迪士尼主打的客群 合家歡樂 有這方面遊戲需求的玩家可以考慮喔 一起來玩吧All in Games 目前25%off特價中 桌遊跟電子遊戲的結合喔 這款遊戲實現了大家在家裡 也可以一起玩桌遊的快樂 遊戲最初啊收錄了四款遊戲 後續還有推出新的遊戲喔 有一些是免費更新 有一些是付費DLC 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購買 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遊玩方式 這句話聽起來很廢喔 但在這裡很重要 有些遊戲可以支援單機多人遊玩 有些遊戲則是完全沒有辦法 一定要多台主機才能玩喔 想要完整的體驗會比較推薦 有朋友都有主機一起買遊戲的玩家 不過當中的一些遊戲啊 在朋友聚會的時候也確實很適合 例如畫圖找臥底的遊戲等等 雖然要輪流閉眼睛 但支援的玩家人數很多 玩起來意外的有趣 這款遊戲從剛推出我就買下來玩了 到今年都還有持續在玩喔 是我自己個人私心相當推薦的一款遊戲 死亡細胞目前50% off特價中 Rogulite類型的遊戲 如果做得好的話呢 就真的會有一種魔力 讓你忍不住繼續玩下去 遊戲本身加入了很多的隨機性 包含地圖的變化 初始武器的變化 路上獲得道具的變化等等 讓玩家感受到自己其實有機會打贏的可能性 並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後 最終打贏了階段BOSS 那份快樂是Rogulite類型 帶給玩家的一大重點 而這款2D橫向的Rogulite遊戲 又是其中的一大經典 整體的操作手感相當不錯 不同的主副武器 能夠有不同的戰鬥方式 即使不斷重來 也不會有過分的重複感 反而都可以找到一點新鮮感 即使整體相似 卻也會透過讓你有新的發現 而充滿玩下去的動力 由於遊戲相當經典的緣故 後續還有推出一些DLC 包含跟惡魔城合作的DLC 重返惡魔城 在玩家與媒體之間都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如果你喜歡2D橫向的遊戲 又還沒有玩過死亡細胞 那或許可以考慮看看 雙點醫院Jumbo Edition 目前80%off特價中 剛剛都是日趨特價為主 從這款遊戲開始是港區特價 雖然雙點醫院的續作 雙點校園已經推出了 但比較起來呢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醫院 或許是因為各種鬧事的疾病 或許是因為遊戲的設計 讓你對病人的死亡沒有負擔 或許是那個手腳不乾淨的醫生設計 又或許是它是我第一款雙點遊戲 但總之這款鬧事經營的醫院遊戲 在開始玩了之後 一不小心就會深深地陷入遊戲當中 當你回過神會發現天亮了完蛋了 就是這樣的一款精神石光屋遊戲 如果還沒有買又想要玩的玩家 我個人會蠻推薦這個版本的 Jumbo Edition版本 除了有遊戲的本體之外 還有收入4個DLC跟2個道具包 直接讓你可以體驗到 遊戲最豐富的內容 我其實還有一些擴充包還沒有玩過 以目前特價的價格來看 我都覺得直接買這個Jumbo Edition還比較划算了 骰子地下層目前90% off特價中 剛剛介紹了一款2D橫向動作類的Rogelike遊戲 那麼這邊少不了的就是要來一款 卡牌風格的Rogelike遊戲 相比於純粹的卡牌 這款遊戲加上了骰子的設計 我們需要在卡牌的空格當中 放入我們骰出來的數字 來發動文字敘述上的效果 遊戲的另一大樂趣就是 在你玩完了一個職業之後 還會有新的職業出現 當你找到了一條你以為必勝的道路 新職業給你的又是全新的戰鬥方式 讓玩家又可以再次進入到思考的迴圈當中 每一個選擇都值得思考 每一步都會影響是否成功 然而整密的思考之下 你的骰子能不能夠骰出你想要的數字 那又回歸到了純粹的運氣 如果要我推薦純卡牌的Rogelike遊戲 我會選殺戮堅塔 但如果加上一點變化 那麼賽子地下層會是前幾個首選之一 霓虹深淵目前75%off特價中 有了2D動作有了賽子卡牌 那再來一款2D射擊Rogelike如何 老實說這款遊戲我是意外的玩到了 當時在買了Xbox Game Pass之後 在逛遊戲的過程當中意外的看到這款遊戲 下載之後原本覺得還好 玩著玩著不知不覺也破完了 最近打開發現又有更新 讓我有了繼續玩的動力跟契機 遊戲一開始我們要跳入深淵之中 用射擊武器打倒敵人 每張地圖都會有商店與獎勵關卡 可以更換武器獲得聖物來強化自己 武器的種類相當豐富 在打贏Boss之後還可以獲得水晶 在死亡之後可以在復活點強化 讓冒險的內容更加豐富之外 也可以解鎖新角色 不同的角色起始攜帶的物品不同 特殊能力不同 遊戲初期的難度並不算難 但特殊Boss的解鎖方式 以及後續的Boss沒有一定的準備 那還真的很不容易 我最近也正在努力把最後的DLC給打完 我還蠻喜歡這款遊戲的 剛好看到Switch版本也有特價推薦給大家 以上就是這次任劍堂新村特賣當中的內容 本家遊戲的特價這次真的很少 不過近期我意外的發現了很多有趣的遊戲 年底倒也不至於沒有遊戲玩 在遊戲閒聊404有分享一些 很新的模擬類精神石光屋遊戲 要是在找遊戲的玩家也可以去看看 最後提醒一下 新村特價只有到1月10號 各位要買的要注意時間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 2020年 這次的影片 什麼時候瓜也拍了 那些影片 我們不可以看喔 我們不可以看見